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用这数字最能直观体现他这段时间的体重变化 那你是这样吗 我不是啊 因为他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要求 他感觉挺完美的 你属于数字化管理 我要是吃乎宝宝 他也不让我再吃了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件事 就是我有点饿了嘛 然后正好我同学给了我一块巧克力 我就吃了 被他发现了他被让我吐出来 对 你吃什么巧克力啊 你给我吐出来 你干嘛给我吐出来 别说了别说了 我们这会儿正吃饺子呢 这大过节 反正就听这两件事 我觉得你们俩就真的该分手 就完全受不了啊 这基本就是个渣渣洞啊 还有就是原来上学的时候吧 我这比较懒 我也不怎么化妆 就是打个底 现在实习了嘛 他就说你都不是受惠的 你化点妆怎么怎么样的 天天看着我化妆 本来就是嘛 一开始宿面朝天 没有村姑是 我到时候上大卫街 你一看 你对象这么立正 这么能地的 你有那么立正吗 他们那个团卫同事说的 然后我就是喜欢她化点妆嘛 毕竟有一个女生嘛 漂亮上班时候 对自己有好处 那你至于那么过分吗 六眼就给我叫起来了 看着我化 他说哎呦 这边不行擦重化 那边不行擦重化 得折腾到快把眼了再出门 我也愿意去懒教 但是为了你的美丽 我不也牺牲了睡眠时间吗 他最开始让我化 最近几个月又不让我化了 说我化太浓了 说我化再淡一点就行 不化也行 不是你起不来了 所以你不让他化吧 不是 就是说 我发现他化完妆之后 单位那男同志老跟他聊天 尤其那小刘 我跟小刘 那是好姐妹 小刘是男的还好姐妹啊 他不是也爱美吗 爱化妆啥的 小刘也化妆 现在男同志好像年轻男同志 我跟小刘 他也老找你聊天 他就问我用的什么化妆品 给他介绍介绍 那又天天问吗 都问东问西的 也没天天问呢 这确实挺毛病的 就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好看 那太好看了吧 又怕被别人惦记着 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在单位 别弄太话了 跟我逛街的时候 画好让我带出去 有面啊 明白了 还有别的吗 还有别的 分手吗 至于的吗 还有有的多了呢 他说我说我矮 你看我矮吗 不是你多高啊 一米六八 你多高啊 我一米八八呀 一开始是不嫌的矮 最萌身高差差二十厘米嘛 然后就不嫌矮 但后来我就看新出一本书 说让差十五厘米最好 反正就让他穿高鞋来 五厘米的吗 他天天让我穿高鞋 不管我多累都让我穿高鞋 有一会儿 我们俩刚吃完饭 顺着那楼梯往下走 我正宛着他呢 我那高鞋 没站稳 一下摔那了 他不把我扶起来 也就八脚了 他转着我 拖着我顺着楼梯往下走 当时没反过来 他一旦躺在楼梯上 就顺着楼梯躺着往下滑 当时我惊呆了都 我哪往下滑了 我就是卡那了 然后你转着我 给我拖鞋去呆 我从小到大没经历 我躺着往下滑的 当时不是所措 然后我就转着他 我还怕自己倒 我腿长 重心有点不稳 然后就转着他 到底下之后 然后我再反过来 就把他拉起来 那你没啥拉我之前 你要一顿笑呀 我鬼都轻了 都肿了 你竟然在这一顿乐 谁看着那种场面 他不乐呀 我不看你没事之后 才笑的吗 他跟你好吗 平常 就是天天管着我 啥都管 什么都得让我顺着他的意思来 我要不顺着他吧 他就可以 你看简附这事 我可以理解了 那我今天给你免费当摄影师 又跪着又怕着 给你拍照 你咋不说呢 我就坐那一个姿势 你给我拍了不下二十多张 我坐那都僵了 而且 我魂上下 让我们那顶的全都是包 你倒好 你来来一句 你问什么呀 不就是弄点包吗 又不是我顶的 给你脑脑不就得了 然后就一直在看照片 但是你没看那照片拍了什么效果 你爸妈多乐呵呀 那我爸妈就不知道 我顶那么多包 那照片拍得多好看呢 把那照片表起来 给照片过 他真表起来了 放他妈那卧房来 那像这么一个人 自己应该也特别讲究吧 他不对 他就不是这样 他把我按照这个标准来规划 他自己就不对 他自己就想怎么地就怎么地 你看他回人家历程 都我给他整的 你要分手 你不想分手 我就不分 连想这个词都不能用 是吧 马上他就差一点 就称我女神了 你根本喜欢的就不是我 就是喜欢你 你想象的那个女神 我这不就把你打造一下 你不希望成为一个女神的 行行行 你是真想分吗 其实下分手这个决定 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 他特别管着我嘛 我不想让他管 然后我一反抗 他就说我就这样 我改不了 我要受不了大就分手 他总这么说 然后我就一想吧 他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得一辈子受他这么管制 要不然我就 跟他分手 我明白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界 想想我们 年轻的时候啊 跟这个弟弟的要求都差不多 就希望呢 女朋友的标准 第一 长得要漂亮 第二 眼睛要大 第三 头发要长长的 刘德华当初做过一个 特别有名的洗发水的广告 就我心目中的女朋友 必须有一头乌黑亮丽的藏法 什么 那是什么洗发水 忘了 拉方柔顺洗发路 然后到一定岁数之后 发现这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现在流行的 不是这一二三 现在流行的是说 除了长得漂亮 眼睛大 头发长之外 还得有什么 比如说身材的凹凸有致 你有这样的标准吗 弟弟 身材这方面 我先放他瘦点就行 反正就是 别连个瓶盖拧不开 他有时候连瓶盖拧不开 我就老来气了 那么瘦 能拧得开瓶盖吗 好用力气拧 不吃饱了 能够力气减肥拧瓶吗 吃饱减肥又白瞎了吗 我就问一下 如果你发现一个女人 各方面都特别好 就简直就无敌了 只有一点 像关脸这么胖 你能接受吗 我呀 我看情况吗 到时候 你看 所以说还是不爱 你发现了 问题就在这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兄弟 一看就是从小被憋屈了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因为有一种说法 叫中国式家长 有一种冷是我妈觉得我冷 有一种恶是我妈觉得我恶 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 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去调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弟 你可能是从小被BH住了 可能你的父母 对你要求就很严格 必须要显得很完美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你就会不由自主地 要求自己的女孩或女人 也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所以你知道中国式男友 对吧 有一种胖 叫我的男朋友觉得我胖 有一种化妆 叫我男朋友觉得我该化妆 有一种不完美 叫我男朋友觉得我不完美 世上有完美的人吗 没有 要求完美的人也分两种 一种是说要求别人完美 也要求自己完美 还有一种是只要求别人完美 不要求自己完美 要求自己完美 也要求别人完美的人 有点像我 有事吗 对 对自己事对老婆也事 但我最怕的那种人 就女孩们一定要远离那种人 就是只要求对方完美 不要求自己完美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这样 这很糟糕 女孩当你过了现在这个年龄 你就会发现 你也会对男人有要求 你现在对他没什么要求 他看上去都不错 是吧 但是当你再大一点 再成熟一点 真正懂得爱情的时候 你就会对男人有要求 不要求一米八八 不要求多瘦 不要求长得好看 要求他有事业心 要求他进步 要求他有担当 那个时候 男人的那些条件 变成他完美的条件 你会对那样的男人 有向往有要求 而不只向往一个 个子高高帅帅 对你有要求的男人 所以弟弟 我最后的话很简单 如果你只要求别人完美 不要求自己完美 不能摆脱自己 中国式男友 这些臭毛病的话 等你的这个漂亮的女朋友 再稍微成熟点 她就是别人的完美女生 看到了一对 很任性的年轻情侣 我来还原一下 他们的吵架 你无情 你无意 你无理取闹 你无情 你无意 你无理取闹 你无情 你无意 你无理取闹 你无情 你无意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的观点就是 女生 我们赶紧跟她分手吧 因为我觉得 爱情最重要的是 公平两个字 就是 你爱我 我也爱你 那我觉得你爱她太多了 然后她也爱你 但是她爱的是 她自己也说 她心目中塑造的那个你 我觉得这个男生 还是年龄比较小 不够成熟 你对她的那个要求 就比较小儿科 所以 你也需要 就是时间啊 精力啊 再历练你一下 如果你真为她好了 的话就应该爱她 原本的那个自己 而不是你喜欢的 所以 我真心地劝一句 如果活得 比较憋屈 然后又觉得 那么多不满意 想分就分 2015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如果你 爱她的话 你就再重新追吧 好吧 重新追 看看你重新表现 对对对 老百姓说 今天大年初五了 人家就要错五错五 我就是觉得 你们如果现在分了 非常可惜 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 被对方爱上 或者爱上对方的感觉 你们现在仅仅是喜欢 男孩你的所有的这种 那种所谓面子 自己女朋友漂亮 自己很自豪 这种感觉 每个人都会有 我也曾经有过 很正常 但是 那仅仅是成为 喜欢这个层面 情侣之间 真正的爱是在于 敢于把自己的弱点 暴露给对方看 并且心里很踏实 女孩来说 敢于在你面前卸妆 敢于以最自然的 那种状态 面对你 而还能得到你的欣赏 那会儿女人才会对你有信心 那会儿女人才能感受到 你对她的爱是真的 回想你现在对她怎么爱 你关注的是什么 身高 体重 外表 一开始可以 谁不希望自己的 女朋友漂亮呢 但是 如果你紧紧在乎 她的这些点的话 那她对你的信心 是一点一点就消失了 当你把她打造成 你死里的那个女神的时候 就是你们俩分开的 因为她一定要的不是这个 要的是说 当她有一天有可能病 必须老 或者变得难看的时候 还有你对她那种 一如既往的爱 甚至于更深 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 但是你的眼光是可以完美的 你可以用完美的眼光 去欣赏不完美的事物 让她在你心里变得非常的完美 好吗 不要追求外表的那所谓的完美 真正的完美的爱是一定要用 你真正爱她那份心去体会 好吗 谢谢 我的时候我特别那么明白 你们两个人的对话的那个方式 就满脸写着矫情 就两人在一起认识也不容易嘛 干嘛那么挑剔呢 这喜欢一个人 本来按道理来说 只有一种感受 就越看越喜欢 爱不释手 我觉得这叫真喜欢吧 但是你满嘴说的就是不满意嘛 就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 你不满意你跟他在一块干什么呢 虽然这是大过年的 但是我依然要说 表面上看上去是小问题 是挑剔 但其实是大问题 因为挑剔这种东西会让人寒心的 就是你怎么付出 对方也不满意 他总能够挑出你的毛病 很抱歉 大过年的时候要说这么沉重的话 一个女人挑剔 一个男人挑剔了一辈子 总是说他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直到这个男人在走之前 他还在挑剔他的饭菜 做得不好 结果男人 在去把饭菜回炉的时候 因为脑溢血 一头栽倒在灶台上 女人后悔了一辈子 为什么就这么挑剔 连这男人在死之前 都没有得到他满意的赞美 所以说你说 挑剔这事是不是一件大事 表面上说好像是说 我是为了你好 是生活当中的小杀区 但是其实挑剔 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寒心的 为什么喜欢一个人 不尝试着去赞美他 肉肉的挺好啊 挺可爱啊 是吧 干嘛要那么瘦呢 如果他的胖已经危及到了健康 那么一种关心对方的方式 要求对方去减肥 我倒觉得真是为了对方好 如果对方不爱读书 平时不上镜 你去激励他上镜 我觉得那是对了他好 但问题是 就对外形来说 你有什么好挑剔的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我都反而要挑剔挑剔你 你虽然有一米八八 但是你太瘦了 你一点都不壮 还有你站那一点气质都没有 如果我要挑剔你的话 我挑剔你一大堆的毛病 我可以举足一百条 你配不上他的理由 就凭我这张嘴 我说你很不自信 但是同样 如果一个不如你高 不如你帅的男生站在这 我也感到可以 把他赞美得很有自信 虽然我可以赞美 人为什么要去抨击他呢 要说他不好呢 赞美的时候 往往能够让一个人 变得更完美 而你总是挑剔 只会让一个人更难受 所以说以后尝试的 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也就是赞美的方式 去挑剔对方 这样的话 双方心情都会很好 因为没有谁是不想得到 对方的认可 不要因为挑剔 让对方内心留下真正的伤害 莎士比亚说过 挑剔是 打赞美的方式